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用點心做點心 自己動手最開心 歡迎收看今天用點心做點心 我是主持人瑋瑜 常常在吃點心的時候 大部分都還是甜口味居多 但是如果你可以在烘焙的方法 做一些變化 口味上面做一些不同的搭配 有時候鹹的點心 它也可以帶我們吃出新鮮味 所以今天就要教大家 做這樣子的一個變化版的點心 到底是什麼呢 先來歡迎今天的點心烘焙玩家 歡迎哲瑋 瑋瑜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哲瑋每一次都要帶給我們 我覺得很不同的創新的變化 不只是在食材上面做變化 所以這一次你要帶我們做 鹹口味的點心 對 它其實有點鹹又甜 所以大家吃起來比較不會膩 對 鹹中帶甜的感覺 而且它不是只是味道上面做變化 我們今天還要把我們在吃料理裡面 你會吃到的蝦子 蔬菜 這一些餡料也放到點心裡頭 看起來這樣子的一個組合 還滿華麗的 但是會變化出什麼樣的感覺 我們趕快先帶大家來看一下 今天要教大家做的 義式烘蛋雞蛋糕 所要用到的材料有哪些 義式烘蛋雞蛋糕 烘蛋的材料有 雞蛋兩顆 蝦子四隻 小番茄三顆 綜合蔬菜適量 鹽少許 胡椒 少許 雞蛋糕的材料有 雞蛋一顆 低筋麵粉20克 牛奶20克 蜂蜜 25克 所以剛剛看到材料的部分 有烘蛋跟雞蛋糕 沒錯 所以今天要結合兩種 大家在吃烘蛋比較紮實的口感 額外還會有雞蛋糕比較軟綿 比較甜的口感 好酷 是什麼想出來說 要把這兩個結合在一起的 因為平常大家可能烘蛋就是 完全單純烘蛋就是鹹的 可是你吃完鹹的又想吃甜的 吃完甜的又想吃鹹的 所以我想說把兩個 揉在那裡 你怎麼這麼貪心呢 都想吃到 都想吃到 所以你就試著把它做在一起 沒錯 看到餡料的部分 我覺得它有點像是披薩的概念 對 所以它會有肉類 對 今天用海鮮 也會有一些蔬菜 水果的搭配 對 所以餡料的部分 我還可以去變化嗎 當然可以 如果自己喜歡吃不一樣的蔬果 那都可以變化 或者是我把它改成肉類 可以…當然可以 也是OK的 可是來看看雞蛋糕這邊的材料 其實也很有折尾的風格 沒有糖 也沒有糖 你在它的材料裡面 很容易找不到糖 因為它都會把糖量減少很多 沒錯 今天用蜂蜜來去取代它 對 就有點像蜂蜜雞蛋糕的感覺 它會有一點蜂蜜的香味 對 所以要結合這兩種的食材 今天因為是要做一個一個的感覺 所以你還是需要一個模型 對 像杯子蛋糕的小模型 我需要準備很深嗎 因為今天有餡料 其實不太需要 就是它小小的 它到時候還會再發起來一點點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也可以買 能吃的紙杯 把杯子蛋糕的模型 直接放一個一個進去 也是OK的 好 介紹完材料跟我們的器具 就開始做了 要先處理哪一個部分 通常我會做雞蛋糕 因為雞蛋糕的蛋白需要打發 我會先把蛋黃部分先準備好 然後備整 準備好再來切我們的蔬果 好 OK 蛋黃的料 先把蛋黃攪拌均勻 好 所以蛋黃跟蛋白 你要先把它分開 對 要把它分開 因為蛋白要打發 如果沾到一點油或是水 或是蛋黃的話 就可能沒有要把它打發那麼順利 好 蛋黃部分主要是把 蛋白以外的材料都把它加進去 蛋白以外所以有蜂蜜 有蜂蜜 我會先把比較有水性地把它加進去 再加麵粉 這樣比較不會打散 對 好 蜂蜜 還有牛奶 牛奶 盡量把它打均勻 就是濕性的材料先一起 對 沒錯 好 這樣就比較好混合 如果你就是加入麵粉再加 慢慢一個加就會比較凝固 一塊一塊的感覺 麵粉都要過曬 我今天帶來的麵粉已經過曬過了 這樣質地會比較細 比較不會結塊的感覺 好 就把它慢慢地加入攪拌 就是邊拌邊攪 對 因為我要先做這個部分是因為 大家打發蛋白如果等太久的話 蛋白它其實會消泡 消泡就很容易失敗 就是烤完可能會塌陷 或是沒有發起來 所以今天的這個雞蛋糕 是讓它分蛋打發的效果 讓它膨 對 沒錯 就不靠就是泡打粉 今天是直接靠蛋白打發的成分 來讓它膨起來的感覺 好 就攪大概就是麵粉顆粒狀 比較稍微融入在蛋糊裡面 就完成這個部分 就可以先置在旁邊 好 就是看不到顆粒就可以了 對 沒錯 好 就先置在旁邊 現在就可以來切蝦子跟蔬果的部分 好 蝦子你今天用的是整支的 對 所以我不用先把它燙熟嗎 其實不用 因為蝦子它滿快熟的 如果是肉類就是比較厚的話 其實你可以先把它燙熟 或是用炒的 今天我們的蔬菜 我是已經用熱水稍微燙過了 所以它就會比較軟 如果是大家買來生的話 我建議就是可以燙過或是 炒過跟肉類一起炒 到時候再加入這個蛋液裡面 會比較容易熟 對 所以蔬菜部分我看到有 有櫛瓜 南瓜 櫛瓜 南瓜 四季豆 還有甜椒 我們先來處理蝦子 蝦子 主要就是先把尾巴去掉 其實這些蝦子如果不喜歡泥腸 其實可以把泥腸都挑掉 它比較吃起來不會沙沙的 因為蝦子 因為大隻如果整隻放的話 會不平均而且比較不好熟 所以我都會切成釘狀 對 所以這樣子我們的容器也不用太深了 因為材料就把它切小塊 對 沒錯 因為比較好熟 比較瘦的可以比較平均一點 我的蔬菜準備的也是 就差不多也是釘狀 沒錯 也是釘狀 切成小塊 對 釘狀 你今天買的蝦子好大隻 它其實比較大隻的 如果大家比較喜歡吃 如果多一點蝦的話 可以再準備多一點蝦 如果對蝦子比較不感興趣的話 真的可以準備肉 所以我也可以換成 譬如說花枝 墨魚 可以…當然可以 對 主要只是說怕食材不熟的話 不好熟當然可以先炒過 或是先稍微燙過 蝦子怕過熟 所以蝦子滿好熟的 好 烤箱要邊預熱 預熱嗎 對 下火是180度 180 上火會小食度 差不多是170度 170 所以這道菜是滿簡單的 主要是說備料 它要切這些東西 如果大家如果不喜歡雞蛋糕 我承鄭子喜歡鹹鹹的 義式烘蛋的感覺 其實就可以加多一點蛋 然後料多一點 那就不用 雞蛋糕麵糊這個部分 你是說如果今天這一道的話 我不要 我懶得做雞蛋糕的麵糊 我就直接把它做成烘蛋 對 沒錯 就可以不用加雞蛋糕 好 好 先放回去 蔬菜部分把它切丁 就是要跟蝦子差不多大小 對 才不會就是一大一小的 這種口感 好瘦的不均這樣 好 就大概把它切 所以這一道料理其實非常簡單 主要好吃真的是 在切東西備料 最後面的蛋白打發 其實我們是打發至 濕性接近乾性 對 不要打過 但是也不要就是沒有打到那個量 它容易消跑 可是如果我今天的蔬菜 是加那種比較不好熟的根莖類 譬如說紅蘿蔔 馬鈴薯 或者是地瓜這一類的話 我是不是要把它先煮到熟 對 就是大概燙一下 但是不用到熟 因為熟的話會軟爛 因為大家還會再烤過 還會再加熱過一次 對 所以就稍微汆燙就好了 沒錯 如果大家喜歡炒的話 在炒的過程也可以加一些調味料 就會讓它味道比較豐富一點 我覺得這一道也很適合 加一些那種義式的香料在裡面 對 非常適合 對 義式烘蛋其實它 大家發揮的空間非常地大 我選這些食材主要 因為它的顏色也非常地鮮豔 所以吃的時候感覺 這個食物版鮮豔 就會感覺比較好吃 比較有食慾的 視覺上面的效果 對 視覺上面的效果 對 其實西方料理裡面 因為很喜歡用櫃瓜 中式料理可能都用那種小黃瓜 比較多 對 它們兩個滿像的 但是吃起來口感會稍微不一樣 好 現在這邊就完成了 先來打 還有番茄的部分 番茄我會把它切成四等份 所以今天會做12個 每一個就是四分之一半 對 所以每一個都要有一塊番茄 都會有一塊番茄 好 把雞蛋它打散 雞蛋打散 雞蛋的話 因為等一下要倒入模型 所以我會用這一種的 有杯圓的 所以比較好倒入 在杯子蛋糕模型裡 好 先把它倒入並打散 這個就不用打發 就直接… 這個只要把它打散就對了 像是在做蒸蛋的時候嗎 對 像是煎蛋那種 就是盡量把它打散就好了 好 打散的同時我還會加入 鹽跟胡椒 提味 鹽跟胡椒 你也可以加那種 譬如說喜歡剛剛說到義式香料 你可以加一些香料鹽 香料鹽 香料鹽都可以 看自己喜歡 今天是比較簡單的是鹽跟胡椒 好 這邊就好了 好 所以蛋液的部分就完成了 蛋液部分就完成了 現在就來做蛋白的部分 好 就要來處理其中最困難的 沒錯 好 蛋白就是 蛋白打發叫蛋黃跟蛋白分離 好 這邊是蛋白要打發機 如果大家家裡沒有電動打發機 其實也可以用手來打發 好 蛋白打發我通常會有一點 這些角度 才不會讓它是平面這樣打發 這樣打發空氣比較快 比較可以打發 對 就讓它可以整個空氣瞬間包進去 對 但通常蛋白如果打發如果 比較…要質地比較穩的話 大家會加一些檸檬汁或是砂糖 來穩定它的氣泡 今天我都沒有加 所以其實也是可以打發的 對 像這樣一打開 開始打就開始有氣泡這樣 因為一般過去我們在做蛋糕的時候 其實糖是穩定蛋白很重要的 對 非常重要 對 可是自己在家裡試了很多次 就是真的沒有糖 還是可以打發的成功 對 現在就開始就是泡泡比較多 體積也比較大 有耶 變綿密了 變綿密很多 也還滿厲害的 因為一般我們可能這個過程 都會要不斷分次加糖下去 讓它整個組織再長起來 可是今天我們其實蛋量也還滿少的 一顆是不是 對 只有一顆 因為我們是兩個結合 所以我的模型雖然沒有那麼大 所以我只會用一顆這樣 好 我們要加快一點點 一開始慢一點 然後後來… 我一開始速度會比較慢 再來再加快 慢慢打發蛋白 我會看它打到一定程度 它是不是還會流動 像這樣還是有一點流動的感覺 我會繼續打發 可是還滿快的 你看鐵絲紋劃過還滿明顯的 已經有挺…的感覺出現了 濕性蛋白打發跟乾性差別 就是說你勾紙 勺子拿起來的時候 它的尖端是不是彎的還是尖的 彎的話就是濕性 尖的話就是乾性 對 就打到差不多是 接近乾性就可以了 像這樣的感覺就可以了 短短的 前面 對 因為我的爪子比較細 所以像這樣它就比較不會滑動 對 我就以這樣的方式來查看一下 好 這樣就可以了 我們就要來組合這一些材料了 沒錯 先來把這個 雞蛋糕的材料先把它組合起來 因為我們雞蛋糕跟一般的蛋糕 打發就是要把它質地相同 我們要先去一小部分的 讓它混合 一小部分就可以用這個打蛋機 所以趕快快速地讓它質地相同 質地相同之後 再把它混合蛋白會比較容易地 攪拌均勻 一開始攪拌均勻之後 就不能再用這個勺子了 因為不然蛋白會容易消泡 沒錯 好 就把它全部倒進去 倒回到蛋白當中 大家可以分次比較不容易消泡 好 不過因為今天蛋量滿少的 我就直接把它倒進去 好 停線 把它攪拌均勻 就一樣要小心小心地切拌 沒錯 這個方式 這個麵糊看起來還滿火成功 還滿濃稠的 它蛋白有挺的感覺 雖然我們沒有加糖 如果說我今天真的怕說 我操作的量比較大 我的蛋白打發程度不夠 但是我不加糖 我會不會加一點檸檬汁 可以加一點檸檬汁 主要檸檬汁它也可以讓它的質地 比較穩定 像這個義式烘蛋 大家其實早上的時候 因為裡面有蛋的成分 就是滿有飽足感的 又有蔬菜 所以一早就可以很健康地 攝取食物 對 我前一陣子看了一篇文章 它說早餐的時候 你不是只是吃麵包去攝取澱粉 它需要一點蛋白質 非常需要 而且它飽足感會讓你撐比較久 我也吃一下就覺得好餓 對 好像他也有提到說 你吃一點蛋白質 早上比較不會昏昏欲睡 因為你早上一起來 就吃太多澱粉 就會覺得今天好像沒有睡飽 對 也沒有吃飽 過了一小時覺得好餓 也沒睡飽 對 好 待會打乾的攪拌均勻之後 就把麵糊 好 一點麵糊倒進我們的 就要直接倒掉模型 一樣我不會放很多 因為要平均地放 就會放一點點… 如果還剩了再把它平均地放回去 所以我是這樣做起來的話 是雞蛋糕在下面 沒錯 烘蛋等一下會再上層的部分 對 可是如果 因為我們的雞蛋 它質地比較重 所以等一下到蛋液的時候 它又會融到下面 所以它雞蛋糕跟烘蛋 它會混合在一起 如果大家喜歡分開來的話 可以下面擺烘蛋的材料 上面再擺雞蛋糕 這樣子的話 分層會比較明顯嗎 會…會比較分層明顯 但是我今天做的是 讓它融合在一起的感覺 所以可以鹹甜鹹甜地混雜在一起 大家可以稍微 不然你就做幾個 幾個是在上面 蛋糕在上面 幾個蛋糕在下面 去試一下說 你到底比較喜歡哪一種 對 沒錯 我做的這個方法是因為 蔬菜擺在最上面 它烤完的話 它再擺在上面 它的顏色比較鮮豔 比較明顯 如果是雞蛋糕擺在上面的話 就有點像泡芙的感覺 就是蓋在上面的感覺 就看不到料 對 就看不到料 OK 每一個 其實差不多是模型的 兩 三分滿左右 差不多 好 平均稍微分配一下 好 我們就要放料 OK 料通常我就會先放蔬菜 其實可以看個人喜歡的量就是 放多放小都沒關係 如果今天有人不喜歡吃甜椒的話 就可以改放其他的東西 對 這樣放上去配色好漂亮 對 就比較一種 比較有食慾的感覺 對 就是紅黃椒 然後有點綠色的四季豆 顏色鮮豔感覺的食慾就來了 對 可以先放蔬菜 沒錯 好 好 再把蝦子平均分放 最後面再倒乳蛋液就完成了 還有小番茄 對 還有小番茄 對 好 也在提醒大家 剛剛烤箱已經預熱了 我們的溫度是上火170度 下火180度 對 180度 對 沒錯 我們今天烤的時間要多久呢 好 差不多烤15至20分鐘 好 好 剩下的把它平均分放 再擺上小番茄 番茄 每一個我會放半個 它帶一點酸酸的感覺 所以甜鹹又有一點酸酸的感覺 它番茄它也滿有飽足感的 對 所以我會在烘蛋裡面 會加番茄 而且番茄一定要加熱之後 才吃得到淺橫素的一樣 對 沒錯 好 最後就加入蛋液了 一樣就是加了一些… 它還是會有長高的空間 沒錯 因為雞蛋糕還是會蓬鬆 雞蛋 預熱烘蛋也是會蓬鬆 就放進去 剛剛說烤15到20分鐘 這樣看起來 你看它雞蛋糕會膨起來 因為它蛋液可能比較重 就會弄到下面 所以烤出來 它就會有點混合的感覺 好 它平均分放之後 就可以送入烤箱了 OK 好 完成 再提醒大家上火 170 下火180 好 15分鐘 好 待會兒回來 就要來看看今天的前品如何 休息一下 稍後持續回到用點心做點心 歡迎回到用點心做點心 來看看烤好的烘蛋雞蛋糕 它就會像這樣子 對 真的分不出來哪邊是烘蛋 哪邊是雞蛋糕 它就是融合為一體的感覺 對 融合為一體的感覺 然後其實它膨 也不會膨的程度很高 可是裡面的餡料 看起來就是就很可口的感覺 滿滿的 顏色還有蝦子 對 稍微配色一下 我覺得有香味 等一下我要來試試看 這個滋味是如何 不過在這之前 我們今天到底用到哪一些材料 還有哪一些做法提醒呢 先來做個總複習 義式烘蛋雞蛋糕用到的材料有 雞蛋兩顆 蝦子四尾 小番茄三顆 綜合蔬菜適量 鹽少許 胡椒少許 雞蛋糕的材料有 雞蛋一顆 低筋麵粉20克 牛奶20克 蜂蜜25克 做法的部分 先將烤箱預熱至180度 把烘蛋的兩顆雞蛋打勻 並加入鹽和胡椒混合成蛋液 準備鍋子煮熱水 稍微把綜合蔬菜燙熟 接著將蝦子 小番茄和綜合蔬菜 切成丁 把雞蛋糕的蛋黃跟蛋白分開 低筋麵粉過篩 接著將蛋黃加入牛奶和蜂蜜 攪拌均勻並加入低筋麵粉 蛋白的部分打發至接近乾性發泡 先取部分的打發蛋白 與蛋黃糊攪拌均勻 再將剩下的打發蛋白 全部倒入攪拌均勻 接著入膜 先倒雞蛋糕糊 再放入烘蛋的蝦子 小番茄和蔬菜 並倒入些許的蛋液 最後放進烤箱中 烤約15到20分鐘即完成 好 我們來看看斷麵的部分 切開來裡面的料也是滿滿的 沒錯 蔬菜 對 可是旁邊其實就可以看得出來 它就是蛋糕的感覺 對 有點蛋糕 又有一點烘蛋混合在一起的感覺 蓬鬆… 我來吃吃看 其實它就是甜甜又有點鹹鹹的感覺 加上裡面的蔬菜還有蝦子 我覺得蛋糕的部分 它有蜂蜜的甜 內餡部分的鹹味比較明顯 而且因為中間是烘蛋的關係 外面吃起來像蛋糕 可是中間是蛋的濕濕的 對 甚至有一點像是蒸蛋布丁潤滑… 對 就就是一直烘蛋 這樣結合在一起 你會覺得一次吃到兩種 一次滿足兩個願望 可以吃多一點 鹹鹹又甜甜的 對 你又可以享受到蛋糕的蓬鬆 跟烘蛋滑嫩的口感 沒錯 非常有營養 對 所以自己在家裡一定要動手 來試試看 今天謝謝哲瑋 謝謝 謝謝觀眾朋友收看 下禮拜見 Bye Bye… 我待會兒 你會先喝日子 我愛過你 我要給我 做一個個茶 我哪有什麼 一定要做的 你還會不會看 你怎麼會吃到 我待會兒 有得挺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